每逢雨季 尤其是遇到大暴雨 不少地方的排水就成了问题了 而有着600年高龄的故宫 却没有积水的弊端 这是为什么呢 这有赖于故宫里有一套 功能完备设计精密的排水系统 保证了故宫经年不落 成为古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让我们一起去见识一下 故宫的防涝秘籍 每逢雨季 防汛都是个大问题 许多城市在一场暴雨过后 便开启看海模式 而近600岁高龄的故宫 却从未出现过殉情 这其中的奥秘 我们来一探究竟 简单来说 要想地面不积水 需要保证同一时间内排水量 大于降水量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故宫精心设计了一套 完整严密的排水系统 堪称领先世界的黑科技 站在太和殿前的广场仰视 巍峨壮观的三大殿 坐落在高高的汉白玉石底座上 七米多高的底座共有三层 每一层的四周 都有许多精雕细刻的龙头 一场大雨过后 这里开始上演 千龙喷水的壮观画面 飞檐流水如瀑 1142个龙头排水孔 喷流如柱 雨水化作一道道 漂亮的弧线 此后被瞬间排进 顺势流入内津水盒排出 这就是故宫排水系统 运行的直观写照 其中蕴藏着 严密的逻辑和智慧 故宫的排水 综合了各种排水法 既有地下水道 又有地面鸣沟 这些或大或小 或明或暗 纵横一气的排水设施 能够使宫内90多个院落 72万平方米面积的雨水 畅通排出 在故宫的排水系统中 水系的规划和设计尤为重要 故宫外至少形成了三道防线 第一道 明内城护城河 及大明豪太平湖 第二道 戏院太叶池和后海 第三道 外津水河和故宫的桶子河 这些河渠的设置 平时用于城市供水之需 欲有汛情则可用于排水 保证了外围 不会有大量雨水和山洪 泄入故宫 故宫的全部雨水 最终都依次通过 干线支线流入内津水河 一路蜿蜒至 东华门南域的水闸流出 与外津水河汇合 其次 故宫充分利用地形地势 建设排水设施 北京 北夷阉山 东陵渤海 地形是西北高东南低 所以北京的水系流向 是向东南流 从天人合一的思想出发 故宫的设计 与北京的地形走向协调一致 也是北高南低 故宫北门 十五门 地平标高 46.05米 南门五门 地平标高 44.28米 树向地平高 差约2米 于是形成了 北高南低的雨水走向 同时 以皇帝走的 正中玉道为分水线 分水线 东西两边的地形 逐渐降低 形成又一度坡 雨水可通过沟渠 从东西两侧 流入沪尘河 即便是有了河渠和坡度 但故宫里建筑物密集 重重院落相互阻隔 自留能力被相对削弱 因此故宫内的排水工程 更是精心测量 规划设计和施工 疏通各个宫殿院落的 排水系统有干线支线 有明沟 暗沟 寒冻 流水沟岩等 纵横交错 主次分明 沟通各个宫殿庭院 形成一个庞大而完整的 排水网络 排水工程分为明渠和暗渠 明渠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 如排水沟 暗渠则如珠网 密布于地下 明渠遇到台阶或者墙等障碍物 则在其下开一圈洞 被叫做勾掩 水由地面流进暗渠的入口 都为方式版漏雕成 明清铜壁形 叫做前眼 正是这样一套功能完备 设计精密的排水系统 加上定期维护 及时输去 才保证了故宫 六百年不落 无论雨量多大 从无积水之壁 成为古建筑史上的奇迹 雨季到来时 去故宫走走吧 感受一下古人留下的记忆 蕴含的智慧